光琴怎么观察郭台铭宣布参选的政治效应 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他的民调虽然始终维持在两层的铁盘 他其实去美国之前35天没有露面 可是他两层没有跌破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3月底的 还不是4月5号他宣布的 但也不是只是看郭 你就看 这个8.1是租的 这不用讲了 以前还一层不变 现在个位数 而且他自己还掉5% 然后这个是要看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郭台铭 这是三喀都的时候 郭台铭他是21.8% 就是说你想想看 3月底他美国行还没有发酵 那等于说他始终都没有跌破两成 那你就看这个 这个是关键民调 这家叫关键 后宇还是在跌 各家民调他跌8% 这个很大 赖金德还是往上 在这一份民调当中 郭台铭跟侯友宇差距不到5% 对 好 因为你看的是这个 我们看领先 差不多3% 政府放为内 就是说你侯出来打 跟郭出来打 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你对上赖 一个多赢2%多 一个少赢 这个少输2%多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也是看到郭 都是两成 那你就知道说 他现在打什么主意 第一个不是公关公司写 因为我知道是谁写的 我知道他是谁写的 但我不能讲 那自然也不是来自国民党中央 更不是媒体写的傅昆奇 不是 所以郭台铭有比较专业的 政治幕僚 不是 因为大家对 有一些高层政治 他们也不会跟我们媒体讲 对 但是 如果没有讯息的话 猜来猜去就很容易往那边猜 因为小傅跟那个 侯友怡嘛 上次杀开了嘛 就以为他又 那个小傅又很挺 那个朱立伦 那是不是党中央又怎么样 就是阴谋论 可是实际上很简单 他在打什么主意呢 他打主意就是说 万一 最后 真的要决定一个的时候 假设 朱是倾向他的时候 内参民调不管他公布公开 对 外面 仿见民调会继续做 对 他要一翻牌的时候 他如何告诉大家 你的这个民调长这样 外面民调还是侯友怡第一 而且他们两个之间有差距 那府顶抽薪之际 就只有说 你靠你的实力 你民调超车他 打成平盘 朱立伦提名 郭台铃的正当性都比较足 对 可是你在仿间民调 你看 你毕竟还落后侯友怡 一段 一段嘛 那你不管6% 那个我们想象中 如果郭上去 因为4月5号之后 的民调还没有看到 下礼拜我们正传媒会出来 你4月5号以后 看郭台铃表态 还有他发动 动员所谓的唯一支持 全民征召郭台铃看有没有效 要看4月5号的民调 因为郭台铃他用个战法 你把结合起来就知道 他在打什么战术 就孙子兵法 就出其不意 他本身是一个内控性很强的 势必公卿的 而且他不信任别外人 所以你说什么郭晓霖 郭晓霖这次没管 这次就是郭守正 他儿子 就上阵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了 他没有班底 真的没有班底 你说他其实有找公关公司 那也是处理一些那种技术问题 好 比如说你要到那个诺夫特 去办个记者会的时候 那持麦克风 那我们要怎么去booking 这些都是公关公司 或者通知媒体 联络媒体 对 那你要知道 外人都插不上手 外人也没有办法影响他 为什么 他都是在他家里 那个作战指挥中心 他在那边每天在那边运筹 我又有打电话 其实我跟大家讲 朱立伦也没 不知道 他先前征召的时候 那个郭勇告诉他 说他要去美国 这出其不意 他们说 他们看一下说 很好啊 你去努力啊 可是他在行程 要结束之前 那外界还是有很多声音嘛 到底要不要选啊 你是要怎样 结果临时起意 就决定开记者 很临时 这个时候朱立伦 他今天也出来讲 他不知道 那是真的不知道 朱立伦他讲什么 他只要出来讲 就是事实 我不是只是这件事情 他说破嘴说他不会参加总统初选 说破嘴都没人要相信 那所以 被逼急了 就你知道李乾隆是很狠的角色 开始去动员那个从北到南那个议员 然后开始在那边讲 说那郭怎么样 谁又怎么样 然后35个栏尾 你打开那篇报道里面 大家被问到 其实都说 我没有这样讲 其实那个是 贾新闻 就是标题35个 真正敢画押背书的不到5个 所以呢 现在谁都讲不定 连郭台铭自己都讲不定 侯友宜也要怎么办 你说520之后做两个礼拜滚动式民调 那他现在才4月 你要叫他怎么办 他只有秘密弄一些这种 那个幕僚 开始要备战了 也是迅雷不及 也是出其不意 那可是困局啊 你困住国民党 国民党好像也不及 所以即使是这样 你也要看说最后 坊间民调马上出来了 我们看如果郭能够翻过去 那大概猴就 机会就很小 就是如果郭的民调 大幅的超车 侯友宜的话 那侯友宜事实上就没有机会 跟震荡性 他机会就更小了